尽管天气冷缩缩不过雨停了 再加上太阳公公露脸 星期一一早的基隆河步道 就有不少民众来散步休闲 而沿路看过去除了基隆河景 这挂在路灯杆上头的圣诞虹也很吸睛 一盆盆红彤的圣诞虹 民众说很有过节气氛 我们城中的里长 廖里长非常用心 每年都会帮我们准备圣诞虹 让我们有喜气洋洋的 现在年底到了 里长现在又出来挂圣诞虹 看起来就喜气洋洋的 刚刚有里民在问 这圣诞虹是有人捐的吗 这不是人家捐的 是里长去买来挂的 大家走过去要去市场 上班走过去看起来就很喜气洋洋的 圣诞节到了 我们每年都把圣诞树挂在每一个社区桥头 点缀圣诞节的来临 今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 新的一年也快到了 那我们城中旅的话 每一年的这个季节的话 我们都会买一些圣诞虹来装饰 我们里内的桥梁 还有就是电线杆 还有巷道的话 我们的电线杆也都有挂了圣诞虹 圣诞虹不但挂满大街小巷 公园步道沿路都是 值得一提的是 这几年的营造下 这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四季都有花可以欣赏 现在除了圣诞虹还有黄色 以及橘色的仙丹都在看 另外鸟类生态也变好 不少鸟类在这里栖息 当然志工们都很用心的在维护 照顾它了啦 大概如果没下雨 大概两天三天 志工就要轮流出来浇水的啦 平常的话 假的说 假的有出太阳的话 会晒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两天会浇水一次 那假的是有下雨天的话 我们就不用 那原则上的话 一盆的话 它都可以挂到一两个月的时间 那一盆花了一百多块钱 我是觉得说这样值得 给里内的话 增添一点快乐的细细 新的一年这样 现在沿途从城中公园 吉隆河步道一直到茄东西 沿路都布置了圣诞虹 看起来热闹又喜气 而根据往年的经验 圣诞虹会一路红到农历过年 也欢迎民众多多到城中里步道 来走走感受过年的气氛 这场惠灵 西纸采访报道